我又一个问题 问题 浪姐舞蹈直播 留心书的离谱 郭碧亭滑水 现场大喊作票一片混乱 陈浩宇团第一 乘风dance直播 陈浩宇团今晚拿下舞蹈直播秀第一名 继上一场上文节vocal直播第一后 陈浩宇团再次抢先拿下一个乘风席位 一起优先获得两个乘风席位 目前陈浩宇团已有三个乘团席位了 这个而这场单死直播四个团的最终排名 陈浩宇团445票排第一 陈立军团442票排名第二 七维团434票排名第三 留心团419票排名第四 所以说要说搞事情还得是浪姐舞的节目组 直播不仅搞了个会员还要买电子票来看直播之外 还早早地就打出还有神秘亲友团来助阵的雪头 妥妥的光明正大的割韭菜 大家本着不想错过自己喜欢人的表演 无奈冲了会员还得花9.9看直播 不得不说节目组这招真的视觉 本场直播的内容主要是舞蹈 分别是四个团媒组派出四个人表演 结果跳舞表演不到半小时 剩下的全是在凑时间 瞎聊天 还有尴尬 舞蹈这个排名遭到不少网友的吐槽 早知道是按照海报上的节目单顺序来的 还花什么9.9 做票也就算了 整个直播毫无内容 为了有热度 有话题 圈前应搞一个直播 本来27号的直播提前到26号 19点整的直播推到19点30分 会员能看的直播应要让会员在花钱 每个舞蹈表演不到两分钟 很明显的赶鸭子上架捞钱 也真的是醉了 吃相真的难看 打电话45分钟 亲友团10分钟 跳舞表演一分半 剩下全是尬聊 简直可以说是诈骗了 9.9看了个郭碧亭滑水 搞笑的是 两个多小时的直播内容被众网友吐槽水 还有难看 现场最高的呼声流心的最低的票 9.9看了个郭碧亭跳舞滑水 还有节目组再次公然做票 第一个出场的是陈丽君组的 凌人对阵流心组的 I'm my own 最终的票数是陈丽君组获得了442票 流心组才获得了419票 跳舞滑水的郭碧亭赢了流心 跳数公布的时候 全场大喊做票 随后就是做票流心团票数 郭碧亭忘记动作巴占热搜榜 陈丽君完全带不动混字的郭碧亭 陈丽君组全靠陈丽君和柳延称着 郭碧亭跳舞表情深无可恋 有气无力 没有表情 忘记动作 浑水摸鱼 就感觉在上面溜达一样很随意 光明正大的拖陈丽君后腿 而陈丽君真的对得起每一次的舞台 尽全力完美地呈现了这次舞台 最初踩得莫过于君君的直散舞这一段 说实话 两组风格完全不一样 陈丽君组是国风 整个舞台看起来就是觉得很美好 很美好 就是感觉郭碧亭舞蹈还不太熟 连着有四个表演的陈丽君真的不愧对于每个舞台 柳延和陈丽君这个舞蹈完成度非常的高 整个给人很惊艳 绝了 刘欣还特意搞了个狮子发型 画得相匹配的妆容 刘欣这个舞蹈真的很有质感 这个舞蹈的故事大概是 刘欣提着一盏灯在黑夜中找到三个定格的木偶娃娃 被刘欣木偶操控者操控动作 最后被木偶正突将刘欣变成新的木偶娃娃 却没想到票数全场最低 刘欣团I'm my own这组的视觉效果说实话挺好的 并叫暗黑风真的很适合苗苗 谢金燕姐姐也跳得非常到位 朱丹有一些拍子没对上但表演来说总归是符合风格的 刘欣稳定发力 视觉上这一组真的比林人好太多 结果却输了 这两组都有拖后腿的队友 比如说陈丽君组的郭碧婷忘记动作 刘欣组的朱丹跟不上动作拍子 但是可以感觉到朱丹对待舞台的那种敬畏和认真 不像郭碧婷整个可以说是松弛过度了 不是忘记动作的失误而是态度问题了 而郭碧婷跳舞忘记动作不仅惹来争议 甚至还惹来网友的吐槽 先来看看网友对郭碧婷跳舞忘记动作的反应 郭碧婷太佛系了 这是竞技直播舞台啊 真的要不早点回家带孩子 我们可以找郭碧婷退一半的钱吗 花了钱的 真的包容不了一点 林人全程只看得见郭碧婷 陈丽君是一点都带不动郭碧婷啊 滑水还挡住了君君的伞 郭碧婷将贵族的松弛感完美演绎 忘记动作巴拉那两下真的要笑死了 陈丽君赢了刘欣 节目组剧本营销太明显 现场大喊作票 两人沦为工具人 节目组上一场Vocal直播就被大喊黑幕 这一次的Dance直播又被大喊作票 节目组这是谁现场人气高谁输啊 上一场是陈丽君现场人气最高 结果输了 这一次是刘欣 陈丽君和刘欣妥妥的工具人了 这场直播有多少人是冲着刘欣和陈丽君去的 靠着他们两人炒热度 然后又被不公平对待 这一次又想靠着陈丽君和刘欣两家粉丝互私来夺眼球 节目组营销真是有一首 上一场是陈丽君 这一次是刘欣 节目组竟抓这两人耗 主持人嘴瓢录剧本破绽 为表演投票结果先出 搞笑的是 在最后第一组明明是442的成峰值 主持人小琪却说出445分 恰恰最后一组分数正好是445 可主持人小琪口无这里最后一组还没有出来演出呢 这真是不打自招 虽然最后主持人小琪说是口无背锅 但是能刚好说到是445这么准确 简直太厉害了 所以很确定的是 虽然这是一场直播 但是一切的结果早已经掌握在节目中手里了 各位姐姐们早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都是早就写好了剧本 目前成峰2024成团夜前的两场直播均已结束 最终是陈浩宇团提前获得了三个成团的名额 而从目前流出来的成团夜彩排工作人员的站位 七位好像是C位 从站位来看冠军估计也是在七位 刘欣 陈丽君 陈浩宇当中产生 个人猜测七位 刘欣 陈浩宇肯定成团了 陈丽君从节目组押票限流没有签订合同等等操作来看 不一定会成团 可能会给个什么特别的荣誉称号 大家还觉得谁能成团呢 你对郭碧亭公然划水怎么看呢 四个团的最终排名 陈浩宇团445票排第一 陈丽君团442票排名第二 七位团434票排名第三 刘欣团419票排名第四 陈浩宇团拿下一个成团席位 两场直播秀下来 陈浩宇团已经提前抢下两个成团席位 值得注意的是 浪杰舞舞蹈直播秀并不是免费观看的 即使是尊重的芒果会员 依旧需要花费9.9元才能观看 但是这一场直播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钱呢 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吐槽芒果吃相太难看 他们认为整晚的直播简直就像一场闹剧 剧本痕迹明显 并希望节目组能退钱 其一 直播活动从晚7点半就开始预热 但是节目组花了大篇幅来搞互动 提前安排好网友打电话配合演戏 提出的问题更是滴水不漏 加起来不到十分钟的舞蹈秀 浪食水了两个小时 简直就是浪费观众的时间 其二 看得出来姐姐们排练时间不长 整齐度方面也有所欠缺 有种感压自上架的感觉 节目组还把直播提前了一天 完全就是为了制造话题 既没有尊重姐姐也没有尊重舞台 更没有尊重观众 其三 四个舞蹈秀时间都非常短 甚至都不是一首完整的曲子 中场加油秀反而是完整的唱跳sowo表演 舞蹈直播秀更像是在给sowo秀预热 反常表演的姐姐成了主角 其四 节目组为了凑时间 邀请亲友团们进行点评 全场都是花式概括 点评无趣又冗长 主持人还不忍心打断 最后折磨的只能是观众了 超女莉娜的发言引热议 背着一炒情花 蹭热度 有网友建议 蔡文静的妈妈和张雨昕的妈妈 可以组成一个组合出道 俩人都挺能唠叨 一个负责跑 一个负责斗 其舞 舞台实力与最后的得票不成正比 陈立军团失误明显依旧能拿下高票数 二流新团 七微团表现抢眼 却只能拿低分 比赛结果引发争议 直播过程中 甚至能听到现场观众高喊作票 其舞 节目组也学习歌手2024来现场念热搜 但是主持人完全不感念 郭碧亭望动作成号与弹幕等敏感内容 只能在台上蒙混过关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对于浪捷舞的这一场直播秀 你们有什么要吐槽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